姐姐家的生日宴 一二三子今天刚刚生日 我姐夫过两天又生日 我姐姐就责我们 星期六小朋友不用上学 我又不用上班 是走和家两位男神庆祝生日 我姐姐叫我来不是直接吃的 是要做大厨的 我姐姐买了生鱼 今天煮三尾 你想煮快一点 就把所有要炸的东西炸了先 生鱼骨腩炸了 现在是炸鞋 跟着虾炸完 这样就很快脆的了 我今天做个黄金虾 首先加些牛油 搅拌用咸蛋黄 咸蛋黄蒸熟 把虾放进去 把咸蛋黄蒸熟 搅拌全身就可以了 那些菜籽都可以 但是那些碟 真是一般 一般 餐具一般 一般 金葱炒糕 我女儿的最爱 但我煮 纸蟹这么多年的经验 就加蠔油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加了豉油 就觉得咸了一点 很快 刀下的就是这个椒盐骨腩 哎呀这碟装真的不漂亮 我都不喜欢 是 胡椒炒花甲 因为花甲有很多沙 所以我飞了水 冲净沙才再炒 最受欢迎就是这些花甲 这些花甲有很多的鱼 现在是酸菜鱼 所以现在炒热 现在是酸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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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生鱼片切得薄 所以放点鱼 淋上去就可以了 我怕下去煮 太老了 不好吃 放一把芫荽 淋上而入 碟都不够装 拿这个刀来装 芫荽山菜 芫荽山菜 鹽焗鸡 鹽焗鸡我在家装 你 吉利 小苏 优优独播剧场 开餐 开餐啦 祝两位男神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三想是吃 多谢点赞